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 郑武昌将其创办的密封画报印刷委托给某外国人经营的印字房 但是印字房仰仗自己有楷书字体 轻视中国顾客的要求 某日 郑武昌与该印字房的外国人产生了冲突 外国人称 你们中国人不会做凯体字 只能用我们的 所以你们只能等待 郑武昌振臂高呼 中国人将制作出更好的凯体活字 为此 郑武昌与友人李祖涵一起开创研发活字字母 两年后完成了凯体字六种尺寸 有志者施敬成 郑武昌的壮举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 由此可见 郑武昌创立汉文政凯运输局的目的并非牟利 其原启示为了打破外国资本对凯体活字的垄断 汉文两个字强调与外国资本企业的区别 强调汉民族的文字 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郑武昌为了开发凯体字 委托当时中华书局的编辑也是凯书高手高云成 书写了八千多字的原稿 其后 郑武昌与中华书局的局长陆费奎商议开发事宜 但是陆费奎以中华书局设备和资金紧张为由婉拒 为此 郑武昌离职与李祖涵等人筹措资金 创立了汉文政凯运输局 汉文政凯运输局从1929年开始准备 1931年至1932年期间 总店 合字部 字模部 图书印刷部 都位于中国上海的山东路212号 就是左边这张图片 其后 业绩不断上升 营业规模也不断扩大 在武汉 广州 南京 杭州 天津 青岛 苏州 香港等地 均设有分支机构 二战期间 为战局所困 汉文政凯运输局的赤字经营一直在持续 1943年 汉文政凯运输局抛售部分资产 1945年战争结束时 职员仅剩9人 濒临破产 这张照片是汉文政凯运输局 以1950年的合影 共20个人 1951年 汉文政凯运输局最终并入了上海华丰印刷注资所 最后一并改组成为后来的上海字模一场 可见汉文政凯运输局的影响 在中国是持续存在的 二汉文政凯字体的开发和准备 前面说过 汉文政凯字体开发于1929年 1930年开发了部分字模 1933年完成了全部的字模 汉文政凯有足体就是字面略大的 书体字面略小的 长体字面纵长的三种 这张图展现的是足体的六种字号 那么右边的是汉文政凯书体的四种字号 以及左边的汉文政凯长凯 二号长凯字体 那么总共有十一种字字号文政凯的足体的原稿 是由高云成书写的 朱云寿 许唐生 陆品化 正化生等人完成雕刻 汉文政凯书体的原稿也是高云成书写 陆品化 正化生完成字模雕刻 汉文政凯的长体的开发情况不明 总共三个字种 两种字面构成的汉文政凯字体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唯一的凯书字体家族的长室 在近现代中国的印刷出版界 汉文政凯体被认为是最为成功的凯体字 当时的文化界 圣赞其为 我国印刷工具之新发明 现代文化事业之大革命 蔡元培先生也赞誉其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 三 汉文政凯的使用 汉文政凯一经面试就颇受欢迎 使用范围极为广泛 从中国古代典籍的复课至小学课本 乃至日常的票据 都可以看到汉文政凯的字体 这两张图是中国经典的三字经 这个古籍 这本书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使用了三种字都使用了 包括汉文政凯的长体 足体以及书体 这是1934年的啊 维满洲国的小学的教科书 文语 这是1936年 郑武昌为其母亲 七十大寿所印制的孝经 第二部分是汉文政凯在东亚的传播及影响 在中国广受欢迎的汉文政凯活字 在东亚汉字文化线中形成了巨大影响 特别是在大量使用汉字 但没有中国凯体风格汉字的日本 其影响极为深远 汉文政凯最早传入日本是通过日本的金田三行堂与深川龙文堂等机构 大约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 金田三行堂和深川龙文堂通过非法手段复制汉文政凯活字 深川龙文堂于1934年10月 金田三行堂于1934年11月分别在日本销售了汉文政凯活字 这是当时的政凯深川龙文堂和金田三行堂的广告 在二战后 日本印刷界又对汉文政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课 此之更适用于日本的审美 在日本著名的文字学者左腾进之佛所著的巨著《汉字》中 记录着日本活字工业最早着手汉文政凯改课的一些内容 其主要修改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扩大了中宫而缩小了字面 二将撇纳斜钩等笔画进行了缩短 三笔画的横笔画的斜度更加统一 增强了字体的稳定性 这些改变使得新的政凯字体更适合于排版 字的质量也更高一些 但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是 以上改课虽然增加了可阅读性和排版的规则性 但是也减弱了汉字的书写性和字式 失去了一些中国小凯特有的书写传统 这些基于日本审美意识和设计理念的设计 脱离了中国凯书的书写传统 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对比图 人字和八字 下面的人字和八字都进行了撇纳笔画的缩短 那么下面还有这个极字极字最下面的这个极字的口明显比上面的要宽一些 所以他扩大了中工 这张照片是日本活字工业新政凯的字样 是1975年的 在日本活字工业之后 还有一些厂商进行了改课工作 也多有改良 比如盐田 以瓦塔 莫头亚等等 日本当下还在使用签字排印的加瑞工坊里面 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盐田出品的郑凯活字 就是这张照片 这是驻地活字的字样 在1970到1980年代 照相排版时代来临之后 汉文正凯字体也一样受到关注 并在亚洲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传播 就印刷厂商的字样 可以看到1980年代的香港 台湾地区 甚至在东南亚的柬埔寨首都金边 都能看到汉文正凯活字 或者是经过日本改良后的 郑凯自己在售卖 这是1974年的香港建国注字公司的字样 这是1980年代的香港达兴注字公司的开提字样 这是1989年的 博文活字印刷公司的字样 这是柬埔寨金边的远远注字公司的开提字样 这是香港著名设计师石汉瑞所用过的签活字 里边的凯体是汉文正凯的字体 这是1988年的台北市电脑同业工会 中文电脑占用字体 开提的对照表 可以看到里面的凯体字也是汉文正凯风格的字体 在进入数字时代后 正凯活字又经过数字化成为 东亚印刷出版领域日常用的开提活字 从客观的角度审视 现有日本的正凯字体 基本上都是基于汉文正凯而设计的 体现出汉文正凯的深远影响 这是1997年的日本活字工业的正凯字体 中间的是Epson的凯书 还有2013年的莫托亚的新凯书字体 第三部分汉文正凯在中国的应用和修改 一汉文正凯和共和国 可以看到在二战期间 中国共产党的印刷品也使用了汉文正凯 这是1940年代的 进查记编居印刷所的简字房的照片 右边的是用汉文正凯所印刷的一些书籍 在1949年9月到10月 共和国成立期间 一些重要的文件 报刊标题都使用了汉文正凯 这是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文件 左边两章 右边是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封面 这是1949年9月28日的报纸 以及1949年10月份的人民日报 都使用了汉文正凯作为副标题 这是1949年10月20日的人民日报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的介绍 这个人民也使用了汉文正凯 二汉文正凯的设计改良 据调查汉文正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 共进行了两次的设计改良 第一次是在1965年 中国开始推行简化汉字之后 由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组织进行简化字的修整 由王乃成负责 有6080字 主要用于排印小学生读物和教科书 以及报刊标题字 这是第二次 在1980年代 由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重新修整 扩充至9239字 主要用于排印小学教科书及报刊标题字 但是这两次修改都没有最后制成活字的产品流通于世 第四部分 汉文正凯的再设计 汉文正凯作为民国三大凯书之一 一直没有在中国制成电脑字库 对此我颇感遗憾 2015年 我决定进行汉文正凯的复刻工作 从2015年的夏天到2017年的冬天 我收集到了大量的汉文正凯字样和印刷品 同时也收集到了原作者的一些小凯字帖 这是1940年代的 1950年代的 及1960年代的汉文正凯的字样 这是汉文正凯原作者高云成书写的小凯字帖和大凯字帖 那么通过收集和整理 我决定将小凯的书写性和活字雕刻的简明锋锐的特征相结合 尽量让新字体带有书写的气质 不得不承认 汉文正凯的改课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一方面要保证规范性和异图性 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多的保留其原貌 在优化的同时 不舍弃其最为本质的特点 为此我考虑主要遵循中国大陆凯书字体的规范结构 及笔画特征 同时修正原字不理想的部分 比如字面结构和粗细问题 可以看到这个金字进行了修改 它下面这个部分有点偏左了 所以要进行修改 复字的这个竖钩实际上是不规范的 要进行修改 脖子的左上角 这个有点奇怪 右边也是竖钩 其实是不规范的 要进行修改 那么整个汉文正凯的数字化已经进行了五年 我希望在2021年来完成它 这次的数字化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字体设计项目 它也是一次时空之旅 让我们穿越了九十年的时间 足迹遍布东亚地区 它还是一次对文字传统的继承 对中国文化和先辈们的致敬 最后我要感谢周博先生 苏世鹏先生 小宫山博士先生 高岗昌生先生 易志谦先生 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图片 照片和文献资料 同时感谢孙明远先生 与我共同完成写作和编辑工作 最后要感谢刘庆先生 帮我完成翻译和编辑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